著名的科学天才、科学巨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那个相对论的创始人 一个让现代物理学焕然一新的超级大脑 他的贡献 哎呀 简直就像是一个永不褪色的科学遗产 直到今天 他的理论依旧在科学世界里横扫千军 今天咱们来聊聊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某个角落 有个不太起眼的小办公室 就在这里 科学奇才爱因斯坦 用它最后的时光 对着一块布满密密麻麻方程的黑板 沉思冥想 这块黑板 哦 它可不一般 从那天起 就没人敢动它一下 好像它握着的是开启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 最后思维之门的钥匙似的 几十年过去了 这块黑板上的谜题依然是个谜 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那神秘而诱人的爱因斯坦黑板之谜 说到爱因斯坦的成就 那可不是盖的 特别是他的广义相对论 简直就是物理学领域的瑰宝 这玩意儿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引力的认知 告诉我们引力其实是大质量物体扭曲时空造成的 这理论不仅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深的理解 还让牛顿那套理论看起来有点小儿科 爱因斯坦年纪大了也没闲着 他开始琢磨着 怎么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这两个现代物理学的巨头给统一起来 哎 这位大佬的脑洞真是没谁了 下面 我们一起来深入这个让无数科学家未知着迷的爱因斯坦黑板之谜吧 让咱们看看 这位传奇科学家最后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深奥的秘密 这个故事可谓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瞬间 1955年4月18日 这一天 我们失去了这位享年76岁的科学巨人 他的离世 不仅仅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 更是一个留给科学界宝贵遗产的标志 但让全世界都瞩目的 不单是他的理论贡献 还有他办公室里那块不起眼的黑板 这一天 普林斯顿医院外头 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 都想捕捉这位传奇人物最后的瞬间 在这群人中 生活杂志的摄影师 拉尔夫·莫尔斯 这家伙可精明了 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拉尔夫不去医院 他直奔爱因斯坦 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办公室 你猜怎么着 他居然用一瓶美味的苏格兰威士忌 就这么打动了主管 让他魄力进入了爱因斯坦的私人工作空间 这一招 简直就是科学历史保存上的高招 那些照片 哦 简直就是历史的冻结画面 他们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天才的日常生活 更像是把时间暂停了一样 仿佛爱因斯坦随时会回来 继续他的研究 但说到最吸引人的 当然还是那块黑板 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 显示出爱因斯坦在生命的最后几天 还在忙着思考些重大的问题 这块充满神秘方程和符号的黑板 立刻成了全球科学家和爱好者们 津津乐道的焦点 想想看 这些照片 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更开启了全世界对这位科学巨人 最后思考的无尽猜想和探索 这就是爱因斯坦留给我们的另一份宝贵遗产 一个充满未解之谜的挑战 哦 这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后一刻 伟大的思想也从未停止探索 真是令人敬佩呀 这块让人着迷的黑板 这可不是普通的黑板哦 它就像是个时光胶囊 封存着爱因斯坦那颗伟大的脑瓜子 最后的思维火花 这块黑板 真的 无论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它就像是一扇窗 让我们得以一窥 这位科学巨人最后的思考 这间神秘的小办公室 激起了多少物理学家 历史学家 还有科学迷们的好奇心啊 它不仅是爱因斯坦对它的工作 它的热情 它的承诺的象征 更是一个谜题 等着被破解呢 这故事 这故事简直就像是一部科学探险片 爱因斯坦不只是个天赋异禀的科学家 他有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它的科学之旅 从相对论的革命性研究开始 那个著名的一等于m乘以c平方的方程 真是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这个方程 就像是理解物质和能量之间联系的魔法钥匙 但爱因斯坦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20世纪初 它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不仅让它成了物理学的大佬 还彻底改写了科学界的规则 它的理论和思维 总是在挑战旧的科学观念 给我们带来关于宇宙基本力量的全新视角 爱因斯坦晚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这不仅标志着他科学旅程的一个重要章节 还凸显了他在物理学领域的领导地位 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越来越专注于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这成了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思考核心 所以 这块黑板和他上面的密密麻麻的方程和符号 不仅仅是科学的遗产 他们代表了爱因斯坦对科学的无尽追求和探索 解开这块黑板的秘密 真是每个科学爱好者的梦想啊 1955年4月18日这一天 标志着科学界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一天 我们伟大的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因为心力衰竭离开了我们 享年76岁 他的去世 不只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全世界那些敬仰他 感激他对人类所作贡献的人们都为之哀悼 消息传出后 普林斯坦医院外头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 他们都想抓住这位改变了我们理解宇宙方式的大师的最后一刻 但你知道吗 真正引起轰动的 是爱因斯坦办公室里那张照片 这不仅是因为他完整无损的外观 更因为他捕捉到了那位天才最后工作的瞬间 这张照片在科学界和爱好者们之间流传开来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揭开黑板上那些方程式和符号背后的奥秘 好 现在咱们来说说这块黑板 要破译这上面的内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爱因斯坦那独一无二的笔记和复杂的数学符号 为这项挑战增加了不少难度 但科学界的小伙伴们可没因此退缩 他们决心要解开这个谜团 这一切都从对那张照片的仔细分析开始 科学家们尤其是那些物理和数学领域的专家 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将图片中的方程和符号转录出来 目标是把这些内容转化成可以详细研究的格式 这个转录过程哇哦可真不简单 爱因斯坦的笔记有他独特的风格 加上那些特殊的符号和注视 让整个过程复杂得不得了 每一个细节都得小心翼翼 确保一丝不苟 所以这不仅仅是关于一块黑板的故事 这是一段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旅程 首先得说说这个任务可不简单 因为咱们手头上的线索 那张1955年的老照片 分辨率啊真是让人头疼 想想一下那时候的照片可没有现在这么高清晰 细节上的模糊让精确转录成了个大难题 但科学家们哪会就此放弃呢 他们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团队协作 开始了这场转路大作战 说到协作真是个关键词 科学家们齐心协力各显神通 比如普斯茅斯大学的宇宙学和引力研究高手 安德鲁高和安德鲁伦德格伦 他们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就派上了大用场 而且有个YouTube上的大神也加入了这次探险 他用自己在物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还有那些生动有趣的教育内容 成了解释爱因斯坦黑板上内容的超级好手 这个破译之旅中 团队还遇到了意外的惊喜呢 原来爱因斯坦在使用符号时 居然玩起了非常规操作 考虑到他一贯的精确和遵循科学标准的风格 这发现真是出乎意料 这些非常规的符号用法 不仅增加了破译的难度 还让人对爱因斯坦选择这种方式背后的原因充满好奇 为了让大家对这些神秘符号有更深的理解 Path这位YouTuber还专门做了个视频 深入探讨了爱因斯坦这些符号的微妙差别 和他们非传统用法的可能含义 解密爱因斯坦黑板的超级冒险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破译这黑板 简直就像是在玩一个超男的谜题游戏 你看 黑板上有些地方还是模模糊糊的 让我们的破译伙伴们脑头不已 他们得费尽脑汁去猜这些神秘的符号 到底是啥意思 有意思的是 黑板上有个部分写着谋杀的字眼 咱们一听这词 可能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但其实 别急着害怕 这里的谋杀 Pilling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指的是一个叫基林的人名 这指的是基林识量 得名于数学家威廉 基林 这个术语在物理学里 是个纯粹的数学概念 和杀戮可没半毛钱关系 但这个基林识量的秘密 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大家都想破解呢 这就是我们科学探险的一部分了 虽然这次破译之旅 充满了难题和谜团 但我们的科学侦探们 和爱好者们 还是在努力揭开黑板上的秘密 这个黑板上 还有个较类加码像的东西 听起来挺拗口的 但它在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程里 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东西看起来可能有点晦涩 但它其实揭示了 爱因斯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所做的复杂工作 而且你们知道吗 爱因斯坦在尝试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 重新表述广义相对论的方程 这可是个大胆的尝试 不过 看起来这方法并没有达到 它预期的简化效果 在黑板的某个部分 有旧和新的字眼 似乎是爱因斯坦在告诉我们 它的这次尝试是新旧思想的碰撞 虽然这些细节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但这整个过程已经展现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思考深度 爱因斯坦这位科学界的摇滚明星 在物理界可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在尝试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捏在一起的时候 遇到了不少挑战 这可不是小事 科学家们一直梦想着能整合这两个理论 搞出个什么量子引力理论来 让咱们先说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这个理论简直就是物理学的革命 1905年 这位天才向世界展示了时空概念 把空间和时间捏成了一个四维的大糖果 从根本上说 狭义相对论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 那个方程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瓦塞就像是物理学的诗歌一样 将能量质量和光速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不仅是个理论上的突破 还在核物理到天体物理学等领域 引发了一系列革命性的进展 但是爱因斯坦的大招还没完呢 1915年 他又搞出了广义相对论 这个理论 哦 简直就像是科学界的炸弹 他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重力的理解 不再是质量之间的力 而是大质量物体扭曲时空 让其他物体在这弯曲的空间里游走 这个理论的影响力巨大 就像是科学界的地震 他预测了大质量物体能让光显弯曲 引力透镜现象就是这个预测的证实 1919年的日识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举让爱因斯坦成了国际明星 更厉害的是 广义相对论还帮我们理解了黑洞 中子星 甚至宇宙膨胀的秘密 它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石 我们现在的很多高科技 比如GPS系统 天体物理观测的进步 都得益于这个理论 科学界的超级巨星爱因斯坦 这哥们可不是盖的 他对科学的影响 简直就像是星期间的引力 无处不在 虽然他没能完成那个牛逼哄哄的大统一理论 但他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这两个大块头往一起拱得努力 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一帮物理学家 追求量子引力理论 这活儿可不轻松 但爱因斯坦的精神 就像是科学界的火炬 一直在引路 这位老兄的影响力 可不止停留在物理学上 他的理论 推动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让我们对微观世界的理解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光电效应理论 更是给新兴的量子理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爱因斯坦 不仅仅是个科学怪人 他还是个公民权利 和社会正义的大声倡导者 他站出来反对歧视和不公 证明了一个科学家 不只是在实验室里搞研究 他们还能用自己的声音 去改变社会 在教育界 爱因斯坦这个名字 就代表了科学天才 他把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 讲得头头是道 连小学生都能听懂 他的作品 不仅是教育工作者的宝贵资源 也是无数学生和科学爱好者的灵感泉源 直到今天 爱因斯坦的影响力 依然在科学和社会各个领域引发共鸣 他的理论不断被探索 他的思想不断激发新的科技发展 他不仅是科学天才的象征 更是科学探索精神的永恒标志 这位大佬的故事 永远都让人听不腻 科学大佬爱因斯坦 他那个量子引力理论的追求啊 简直就像是科学世界的悬案 搞得一帮物理学家和研究员们 也不能寐 这个理论要是能成真 那可真是把广义相对论 和量子力学之间的鸿沟给填平了 这得是多么炫酷的里程碑呀 说起来 爱因斯坦这哥们 对科技界的影响也不是盖的 咱们现在用的那么顺手的GPS 它背后可是靠着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原理运作的 没有它的理论 你可别想用手机 找到你想去的地方 就连卫星发射和定位 都得考虑相对论的因素 不然可能就找不到返回地球的路了 而且 你们知道爱因斯坦 还预言了黑洞的存在吗 他说 这些天体的引力有多强 强到连光都逃不出去 后来的观测 证实了他的理论 这哥们的预测能力 真是没谁了 当然 爱因斯坦在量子领域 也是个大手笔 他的光电效应研究 帮助量子理论站稳脚跟 为此他摘得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 不过他对量子理论的随机性 还是有点不放心 曾经说过上帝不会与宇宙玩头子 这可是他的经典名言 更厉害的是 这位科学巨星不只是待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他还大声几乎公民权利 和平主义和社会正义 爱因斯坦深知 作为杰出科学家的影响力 用自己的地位和声音 为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 哇塞 这不仅仅是科学的天才 简直就是社会的良心啊 爱因斯坦这个名字 就是科学探索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组合 作品